曾經有人問過我 你身為一個私家偵探 你的槍是左輪還是曲斜 私家偵探都會有槍 私家偵探不一定會拿著煙斗 私家偵探不一定會戴著簽帽 私家偵探不一定是竹奸 這些是電影神化了偵探行業 偵探行業最重要的是人 我叫蔣志輝 通常行家都會叫我做King Sir 我本身是一間偵探社的負責人 我們現在去南昌站 我們有個委託 就是爸爸和兒子吵架 兒子離家出走 是很長的兒子 其實是爸爸很關心兒子 不過兒子不知道 爸爸聽聞兒子搬來這裡住 想我們核實一下 所以我們去現場看看屋苑的情況 我們叫Location Visit King Sir 上面的環境如何 他坐的士或者叫車 是鬆到上去平台 又看不到 其實在我很年輕的時間 大概是18、20這個階段 我當時是幫一間香港 都算是不是第二大 都第一大的偵探公司 就是兼職的 當時很年輕 也都覺得很好奇 剪轉之後 我就入了報館 做了傳媒 我就在《調查新聞》 這條《必》裡面 就開始發展 在這個十多年的光景裡面 其實是對我影響很深 我亦都在想到我再年紀大些 我的體力能不能夠應付呢 我就在想 不如自己跳出來 開我自己的偵探社 記者做完的採訪 滿足感就是來自於 你揭露到一些不公義的事情 但是做私家偵探 不會出街的事情 可以這麼說 就是私家偵探的服務 某程度上 好像你病了去看醫生 你可以去政府醫院看醫生 也可以去私家醫院看醫生 這個表面是一個藍牙的喇叭 其實它是暗藏的鏡頭在裡面 好像這個電筒 它真的是一個電筒的功能 可以亮燈的 裡面其實也有暗藏鏡頭 是可以做到一些攝錄的功能 通常這一類的輔助器材 是會有機會用得著在 我們一些暗房的調查裡面 用來搜集證據用的 其實我的手拿著一包煙 拿著電話在很多場合裡面很正常 從而就已經做到一個搜集的功能 其實是一件有偷拍功能的一件衣服 經過改裝過 應該是2004年沙士後 做調查記者的期間 自己花很多心機去改裝了一件 我叫戰衣 這件衣服最大的隱藏當然就是鏡頭 在不知不覺之間可以做到一個長時間的錄影 拿著電線之後 這個位置是有一組電池 一塊電池我都怕不夠 還要多加一塊 所以兩組電池在身上 計算過就很穩陣了 直到大概08、09年的智能電話開始 很盛行 這件戰衣的功能就已經可以放下了 每一個行業一定有多不少的良壽不齊 我試過有一宗案 有一個深圳女子 她有一個閨密姐妹 已經重病 不方便行動 她的丈夫 在深圳吃完一個連夜飯 離開家回香港開工 然後失去聯絡 她前後找了兩間偵探公司 頭尾大概花了她連鬆的時間 一間是不回覆 一間是找不到 然後她輾轉不知為何會找到我 她上來的時間 她很挑機地說了一句說話 如果我又給你訂金 那你跟之前那兩間 什麼都做不到 又沒有答案 老先偵探有什麼分別 那我就很不開心 警察這麼龐大的機制 都不可能什麼案都破得到 那如是者 我就問她 我這個失蹤 那位丈夫 什麼名字 她就告訴我 我一聽 我的腦子當時 噴一聲 不應該找不到 因為那些名字 是萬宗無一 這些名字 連同名同姓的機會 都極少 如是者 我就決定不收她訂金 但當然我反問 我的委託人 你怎麼知道她回到香港 她會不會在 離開深圳的家 臨過關前 她被人打劫 搶了她身上所有的財物 或者會不會交通意外 受過傷 而她的證件 背包、電話 什麼都被人拿走了 從而又是 躺在醫院 甚至死亡 她就說 為什麼那兩間調查公司 沒有跟我這麼說過 沒有問過我這個問題 對呀 如是者 她離開了之後 我就在電腦裡 打她 失蹤丈夫的名字 突然彈了十幾二十條新聞出來 一位這麼特別人名的 一位某君 五十餘歲 羅湖過關回香港 身上床有五公斤 獨鬥 重判十年 我就打電話給其中 一個著名的法庭記者 她確定了那個被告人 就是失蹤那位丈夫 這就是我的記者經驗 她說我是不是破案很厲害 我不覺得是 我做了一個很基本 要做的調查工作 我做了一個偵探 我做了一些很基本的功夫 在我的調查公司裡面 其實是不少這些個案 主要我們分兩大類 一類商業委託 甚至可能品牌、務牌 國內叫做打架 我們叫做務牌侵權 律師樓有委託給我們的工作 舊樓的收購、土地的收購 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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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地騙安 奇怪在她的地方 她不是拿農地來賣 她是拿政府地來賣 賣官地 她不拿政府地來賣都行 有幾件事我們要做的 一個有錢的太太 她本來想賣一塊地 她沒有核實很多資料 而最終是被騙的 那個案件就說 這間屋你可以再重建它 前面這個一 你可以自己發展 其實這個地是政府地 他們不懂得爭 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麼 你見到這間地 你可以自己用 你隨便可以發展 所有的發展 她不是打算建高樓大廈 她打算建兩間屋 我個人熱衷 和很開心去做 就是尋親的案件 做到那種滿足感很強 每一件的尋親案 都是背後有一個很淒涼的故事 為什麼親人要離散 80年代初 有一對年輕的廣州男女 在廣州結婚 在早幾年 這位丈夫今天已經接近60歲 她就不讓我 她說我想找回 我失散了幾十年的太太 和她的女兒 她就告訴我 她犯了人生不可原諒的錯誤 她不需要她這位太太 或者她的女兒原諒她 她有兩封信 一封信是給太太 一封信是給女兒 兩封信都很厚 足足超過一吋厚 一封信 我相信她有很多業子 她就說 我不是想影響她現有的生活 我只不過想告訴她 我還在這裡 我還在山 這兩封是我的家書 我希望你有方法幫我找到她們 我經過了超過近三年時間 因為這位太太的名字 和她的女兒的名字 太普通了 裡面牽涉到二百多的地址 同名同姓 我也不知道哪一個是 哪一個不是 但我有一種動力 我覺得 嘗試一下 可以的 真的很輾轉之下 我來找到 我也很驚喜 最後找到當事人 那位太太已經 抹期 抹期可能是她生命的倒數 我找到她 她很開心 你竟然可以在這個時候 帶到這個消息給我 斷了三十多年的消息 上天安排我做一個信差 最終我交了兩封家書 給一位太太 在個人調查裡面 當然了 感情當然會有 在感情調查裡面 我是很謹慎地選擇 我推六七成的案 例如我試過查過一宗 丈夫委託我 查一位太太 只不過當時的委託 就是要我去機場 去接機 就是你看看我太太 下機的時間裡面 是不是和她的姊妹一起去旅行 她太太出來的時間裡面 而有一個男士在禁區外接機 期間沒有任何親密的行運 事隔兩晚 那位委託人丈夫 殺死了的太太 而這件事令到我 當然是很震驚 最終我自己的 心理狀態的調色 我都差不多一整年時間 我反問自己 我有沒有間接影響到這件事的發生 是很震驚的 我是一個比較孤獨的人 其實我的表面就很熱鬧 很甜淡 有一次和這個女朋友 大家認識了不太久 她說你平時工作很辛苦 我們就試試下場 那天就是一個 星期日、星期日、夜晚 我們就要去一個村屋 那條村是有三個窗口 目標人物是有開車的 我們想知道她的下一站在哪裏 那天已經去到 等到入夜 都還未動 我們旁邊有茶餐廳 突然在爬飯的時候 收到通知 她說車正向我的方向動 不要吃啊 快點 收拾東西 快點 她的手足無躁 然後我說 不要收拾 拿著她的飯盒就扔出去 因為我旁邊就是一個垃圾站 然後我就開車 一邊追著我 因為她一邊走的路都是一些高路 車速較為快 她在旁邊就一邊拿著扶手 全程一顆三個速度 我們最終跟到目的地 之後我就送了她的朋友回家 她就告訴我 她需要一些平靜的生活 她不能接受到這麼刺激的生活 然後就大家無疾而終 做偵探有一個很特別的性格 你要享受孤獨 沒有人跟你聊天 沒有人跟你說話 三間半夜你可能在這裡工作 我也是一句 不要讓電影電視劇神化了 世界偵探 我們待會兒在這裡工作 我們今天下율님在裡面 所以星 πε咸 我們怎麼樣 到先頭的時間 然後我們下 έ人家 第三次 五位 我們現在才能在這裡 struggle 我們的深度 我們下集講 我們下集 我們下集